迎接联合国大会9月份登场 2018年推动台湾陆联宣达团 全团22位团员特地从台湾到美国 而且9月8号周六下午4点半 要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举行 2018年台湾陆联洛杉矶座谈会 坚决的用行动向联合国声明台湾加入的决心 台湾人权文化协会会长王太和表示 今年预计9月14日 在纽约哈马绍广场号召遇千人 宣达台湾陆联的主张 因此希望无法前往的洛杉矶侨胞 8日踊跃到大洛杉矶台湾会馆 参加免费座谈会 一起探讨台湾陆联的重要性 且帮助台湾2300万同胞 争取应有的权利 而海外台湾人大会 发帕洛杉矶分会长吴兆峰则强调 活动不分党派不分颜色 主要希望能凝聚爱台湾的心 由台湾人民自己来争取并决定 未来要以什么样的名义 进入联合国 同时为台湾岛内的入联公投 加油打气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